朋友们好,今天我们分享的文章是《受多则辱》,一起来听。 早吹最冷的那几天,催里又一个老人走了,因我胃起是什么病,母亲淡淡地说, 没什么病,老了呗,83了,确实可以死了,难道还能一直不死? 母亲这些年对生老病死,看得越发淡了,都说宠明岛是个长寿岛, 但老人们只怕心里都清楚,受多则辱。 催里倒有三个老人,年过九十,都已守了二三十年的活寡, 有两个因为常年避美独居,我甚至一度认为他们早已离世了。 说到这儿,母亲说,我也老了,可我不想自己将来这样, 虽然活着,可你的自由都掌握在儿女的手中, 你走不动了,要上镇上很难的,想吃什么,都要经过子女的同意, 这让我感到屈辱,我不想这样活着。 催里的老人,水元朗,垂危住院,女儿金兰,扶他去上厕所, 他那时已将游进灯窟,在马桶上挪动一下都很难, 竟然弄脏了裤子,女儿抱怨说, 阿爹,你怎么搞的,屁股再稍微往前挪一点嘛。 他默不作声,叹了口气说, 哎,你到底是个傻闺女啊, 你福气好,爹这是没几天了。 三天后,他跪在爹的灵前,想起了这番话, 一时悲从中来,嚎啕大哭。 是啊,人们追求长生不老, 但也有受多则辱的说法, 指的是老年人与丧失劳动能力, 面临身体和精神上的双重屈辱。 这种现象在古代和现代都有随在。 说到这里,我想起了一个电影情节, 可以说的淋漓尽致地体现了辱在哪里。 说生活在这个小崔庄的老人, 每到七十岁, 他们就会被带到山中去参拜, 参拜之后呢, 这些老人就再也回不来了。 这个其实是在当地遗弃老人的一种习俗, 只要你年纪到了, 那你就会被带到西山去。 然后山中是什么呢? 那只留下累累的白骨。 这不是夸张的电影情节。 再比如说, 有很多地方会有一个瓦罐肥。 就是很多子女, 他们会提前为老人盖好肥墓, 然后等到老人可能行动不太方便了, 丧失劳动力了, 然后就把他们背到很偏远的瓦罐肥里面去。 当然, 这个时候这个肥没有封好, 每天都送饭, 但是呢, 每天送饭的时候, 还要再加一块砖, 然后越来越高, 越来越高, 直到肥墓被彻底封死。 由此可见, 瘦多则辱, 指的就是人到老年, 虽然你高瘦, 可是你丧失了劳动能力, 你可能有各种各样的疾病产生, 然后你也担心给自己的孩子们增加一些负担, 比如说身体上, 精神上双重的屈辱。 其实, 我们说就算到了近现代啊, 现在的医疗水平, 还有各种的经济水平已经非常好, 但是瘦多则辱还是会有的。 比如著名的作家巴金, 晚年的时候病痛蝉蚀, 他那个时候只能靠着导管进食, 他就给很多人曾经说过, 说长寿对于我来说只是一种折磨, 可是他无法选择自己的生命合适结束, 所以只能很痛苦地在病床上熬了许多年。 这样的受多则辱, 想必每个人的生活中都有吧。 那么这个说法出自哪儿呢? 他来自庄子天地里, 他的北意并不是对这种情况的赞同。 庄子曰, 多男子则多聚, 富则多事, 瘦则多辱, 是三者非, 所以养得也, 故此。 这句话的意思就是说, 儿子多了, 自然恐惧的事情就多。 人呢, 你要是有钱了, 就变得富贵了, 那么很多的杂事就多了。 而人一旦长寿, 那你受到的取辱的事情, 自然就会多。 这三件事啊, 虽然人一人都很羡慕。 再比如说, 沈福在《福生六计》当中说, 情深不受, 受多则辱。 确实事事总是很难圆满的, 说到底, 长寿虽然是一种幸运, 可是关键还在于你自己, 如何让自己活得更有罪严一些。 当然, 这都是老生常谈了, 无非是健康、 金钱、 还有人际关系。 可以说, 是我们好像从青年到中年, 甚至到老年, 都为这个目标而努力废斗, 那为了将来的受多而不如。 好了, 今天的分享就到这里, 感谢您的收听。